今天是8月14号 A股收盘今天又是一个下跌的日子 而且今天再度出现了一个底量 今天成织有只有4775亿 已经连续三天收盘量能在5000亿以下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低的量 还记得吧 在昨天A股收盘成织量已经创造了近50的新低 那在这种情况下 底量会不会迎来历史的大地 会不会迎来大反弹 如果说迎来大反弹的话 我们的股民想要在这一波反弹的过程中 回本吃肉 哪些行业才是大家需要关注的焦点 这期视频我们重点就来聊一聊这些方向 这样之前评论区一波包包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的有理的点赞加关注 说真的这种行情下确实非常之难做 而且也非常难受 我在昨天前天跟大家说过 这种行情我们一定要忍住手 不要去追高 这种情况你还去追高的 我只能说你真的胆子肥 胆子大 对不对 没人量能凭什么他会持续大涨 凭什么他会继续大涨 所以你会发现成织量非常之低 这个成织量很低的情况下热点的持续性非常之差 最有唯一的是什么今天大涨明天就大跌 尾盘拉伸 明天就低开背后按钮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你去做的话 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谨慎 我强劲很多回要不你就不要去去的话就去顶最强的 那最强的很多就不敢去偏偏去买个老老三老四 那我告诉你你不亏钱谁亏钱 所以两个集团最强的要不就最底部没涨的不涨的中间的不要去 要不就干脆一点选择躺平或者低吸 对这种行情真的是没办法 死人心来都没用 有人会问为什么会出这种情况 其实我在前面视频上跟大家讲过 A股量能萎缩的原因很多 但无外乎不是那么几种 我在前面视频上跟大家说过 你去看一下就明白了 朋友们地量真的会出现地价吗 会不会迎来大反弹 而且明天是周四 周四是传统意义上的什么杀爹的日子 那会不会出现大爹呢 如果周四出现盘中快速跳水的话 会不会迎来真正的大爹 为什么 如果集结集杀的话 国家都很有可能再次出手 迎来一个探紧回声的行情 迎来一个大长腿 或者来了一个单真探紧 大家也没这可能性 我们可以通过30分钟图 60分钟图以周开线来分析一下 大家看30分钟图的上证指数 已经是属于一个平盘的状态 对不对 属于一个平盘状态 这个位置的话是属于一个进气的底部 当然也有可能随时跌破 随时跌破的话 下面2845跌破的话 它会奔到2800去了 但是你还记住 在这一天它跌下来以后 刚好这里30分钟图出现一个什么 出现一个大阳线 一个大阳线的话是什么 是国家的利准的 可是你发现没有 在这个第二个英镑 撒跌的时候放掉了 说明什么 拉起来以后放量下跌 是有人在这个位置拉高以后出货 哎你看下没有 这才重点 所以30分钟图明显的 在拉过的过程中有资金在强跑 那这个这个位置是几吗 不靠谱 好我们看60分钟图 60分钟图的走势一样的原理 你看60分钟图在这里出现一个什么 出现一个大阳针探底 国家队利时拉起来的 但是后面也是马上出现调整 调整盒子还放量 就是我说的涨缩量 跌放量 你说这种行情能起来吗 所以30分钟图60分钟图明显的这个位置 是吧 不进的是底 再看一下周K线 周K线的话 属于一个明显的下跌的行情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 要出现这种放量的中长阳 才能确立它是一个大底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它很有可能迎来一波几百点的大反弹 现在我们需要是等信号 现在这个信号不明显 所以在明天朋友们 如果说大盘再次出现急速跳水的话 我们很有可能迎来一个单真探底的行情 也就是像前面这样子的单真探底行情 抽履法上移出其法 有人会说既然存在着这种预期 我们该怎么操作 其实在刚才的视频当中 我跟大家讲过 我们A股之所以走成这样 是因为信心的不忠 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要什么 要保持理性 就算涨了 就算拉了 也只有小部分会涨 小部分会大涨 那只有抓住重点才能够获利 抓不住重点一切都是完了 那A股反弹的话 哪些是重点呢 首先再看权重方向 白酒房地产这些都是超跌的 还有包括这个证券 包括其他的一些品种都超跌的 那我觉得唯一能够对大盘形成 强刺激的就是证券 不管你多么不喜欢证券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证券这个位置 随时都有可能起来 前面跟大家讲过 证券强拉了爆拉了 我们不要追 不要顶 但是他敢于调整 收量回踩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低息 做一个潜伏做一个博弈 那超跌反弹 一速即发 随时在这个位置很有可能再次拉出一个长阳 拉出一个长阳 命令前高压力 再拉一个长阳 如果连续拉出几个长阳的话 证券宝快爆了 大盘就爆了 所以现在想要稳住这个市场 证券一定要动 证券不动的话 都没啥用了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一定要留意的 权重方向 除了证券之外 有一点点看着的就是钟志同 钟志同的话 他同样面临的分化 这个分化也是比较厉害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什么 重顶盯紧的 第一位的鼓掌 不要去最高位的 这我刚才讲的白酒房地产 短期可能会有一些超跌反弹 但是你要记住 这个绝对不会是主线 就像白酒一样的 他往上是吧 往上反弹 绝对不会是主线 不会是 不会是反转 顶多就是跌的比较多厚的一个超跌反弹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重心不带群众 当然 券商龙头 如果你有助的话 也是有机会获利的 毕竟上一波的券商反弹 龙头股是谁 大家都知道吧 对吧 龙头股是仅龙股份 那么这一波反弹 他也是涨了几十个点 那如果你在这个位置潜伏进去了 参与就选短期 这一波也是能够吃到几十个点的 那问题是这种票很少很难把握 好 那我回到市场回到题材 真正在这一波反弹过程中 你想要获得利的 必然要咬住热点 咬住题材 那么题材的热点在哪里 就比如说今天有个新热点爆了 AR引进 那么AR引进会不会成为市场当下的一个主战场 目前来看没有什么 在没有热点的情况下 在没有炒作方向的情况下 AR引进很有可能短期成为什么 成为油脂短线客的一个主要对象 所以今天批量涨停了 那么这些涨停的票 很有可能在短期走出一个吃肉的票 甚至一个吃大油的票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要重视的 我觉得大家短期要什么要留意 你像博士引进的话 今天已经是三年版了 但是目前来看 它的量能放得很大了 还有像明月晶片 这些都是出现一个明显移动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在短期的话 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 强势的撞起效率 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好 但这个方向的话 它整体体量不大 所以想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去 是很难的 这是大家要特别留意的 另一个就是谁 军工 为什么说一定要盯紧军工呢 我这段时间一直强调大家 调整了 撒低了 一定要盯紧军工 因为全球现在不太平静 就在刚刚又出来一条消息 这消息估计对整个市场影响比较大 什么意思 就是俄罗斯有几个机场 被乌克兰给袭击的 大家看一下 以前战场是在乌鲁 乌克兰现在战场变成俄罗斯的 那很多人就会因为俄罗斯打这么久了 为什么还没把乌克兰打下来对吧 那为什么现在把战场当到俄罗斯去了 在背后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俄乌战争的话 不单纯的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在打 背后牵扯很多的国家 牵扯很多的利益对不对 有人说是俄罗斯对标整个北约 这个 究竟是怎么样的 我们不做过多评论 但从这个事件背后 你会发现战争扩大化 就说战争扩大化 从乌克兰市场扩大到什么俄罗斯 那一旦战争扩大化的话 这个很多的问题就不可预料了 所以很有可能 迎来全面性的战争 一旦迎来全面性的战争的话 再加上中东这段时间也是什么 也是问题不断 很有可能爆发出一波大规模的战争 甚至全球性的战争都有可能爆发 所以我们的军工刨语问是重点 很多人都在斗争问 为什么中东因为爆发战争 是吧 欧洲也喜欢打 亚洲按理说是全球 亚洲应该是全球军事力量 最强的一个区域 那全球第一的 漂亮国对吧 第二的俄罗斯 那么其他的排名靠勤的军事集团 几乎都组的集中在亚洲 我们不说别的 印度 中国 韩国 日本这几个国家 都是属于军事 比较强烈的国家 比较强的国家 对不对 在世界都是排名靠前的 为什么 或者说中国周边 或亚洲比较稳定 没有像中东一样的 没有像欧洲一样的打起来 其实最关键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的 中国 喜欢和平 爱好和平 因为我们中国周边 是很多的一些摩擦的 很多一些矛盾的 我们中国是一贯是什么 是吧 和平为代表 坎稳 所以没有到 到什么 极端情况下 是不会去轻易动手的 这也就维持在整个亚洲地区的平衡 但是维持在亚洲地区的平衡 需要靠什么 大家知道吗 需要靠实力 对不对 需要靠实力 所以我们的军工 军工必能要发动大的这个什么 大的 这个机会发入大的 潜力 你毫无疑问 军工调整是机会 还有风险 大家知道吗 肯定是机会了 后面抽点反弹 就一出其发 所以在抽层上面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而且军工方向 但这段时间个股的话表现也是比较强势 大家看 很多出现短期的异动 出现赚钱效应 像新井动了 穿热 还有新瓦 对不对 进去出现一个明显的一动 整体来说 军工方向潜伏就好 前段时间明显的航天系动了 那么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潜伏 低息一下航空天系相关的票也是可以的 操作上面大家要注意这细节 好 那除了军工之外 哪还有谁 这里不得不说一件事 什么事呢 这段时间我一直强调 我跟大家讲过 昨天讲过的 你要注意什么 黄金 黄金这个方向也是要注意 你看这是纽约金的一个走势 纽约金的话 则暂时上涨了 很有可能创造新的历史高位 那为什么要注意黄金 美国降息了 对谁利好 对黄金利好 全世界地缘政治不平静 地缘政治紧张 同样对黄金也是利好 所以黄金概念 黄金方向 在短期如果出现大幅度调整的话 大幅度杀击的话 我觉得它是值大注意和注视的 很有可能迎来一波新的反弹 一旦美国美元降息的话 对整个板块是会形成比较大的影响的 所以大家在操作方面是需要注意和留意的 美元降息在9月份是大概率会实现的 关键是降多少的问题 所以每一旦美元降息的话 全球资本市场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异动 乾坤大落 从高位的这些品种 高位的这些市场流到低位的品种 那我们A股的话 它本身也是具备一定的什么 低估值的优势 我说低估值的可能很多会有疑问 我在今天看了一下 整个中国市场5300多只票 但是大家现在破击率是多什么 破击率是14%年级的 也就是说100个票里面有14个票 它是第一跌破了它的净资产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很多股票 都是超跌的 连它连它净资产都不够了 这是一个非常 这非常低的一个价格了 同样也非常有讽刺性 对吧 全球市场相比起来 没有哪个国家的股市 像中国这样子好 那侧面就反映出一个问题 我们A股确实便宜 抽跌反弹一属进化 那回到市场 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品种之外 还有谁 和我一问科技仍然是主角 科技的话 接下来重青在这里 我们可以盯进了美股市场 大家看 这是英伟达的走势 英伟达在近期出现连续的反弹了 前面出去撒跌 这一波出去反弹了 那么英伟达反弹了 说明了什么 说明他这波调整是不是结束了 以后赢了一个新周期 那么英伟达反弹 同样对谁利好 AR方向 所以我们的AR方向 人工智能方向 是不是可以重视 是不是可以重视 肯定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人工智能板块 今天是不是出现多支票涨停 你看对吧 七八个票涨了10厘米雷上的 所以这个方向是值得大家注意 客户上的 那除了人工智能之外 还有谁 与之对应的机器人 人型机器人 对不对 这些是不是也可以重视 机器人方向的话 今天走势整体表现一般 就是这个板块表现一般 但是个股的话 还是比较强势的 个股后应该也有多支票 出现涨停 好 那除了这些之外 好 我问还有谁 AR AR方向 ARPC AR手机 那我告诉你 AR在这个位置该怎么办了 可以潜伏低息了 都对 那么在这个位置 所以近期调整比较充分的 杀的比较厉害的 那么在这个潜伏位置能不能去 是没有问题的 朋友们在操作上面是需要注意的 包括这个 AR手机这些方向都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我们看一下AR手机的走势 近段时间也是非常之的差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它的这个位置也是比较低的 在操作上面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潜伏接触 抽点反弹 以处即发 那有人会问 这种我们重点在哪里 我告诉你 重点就是找前期的一些人气票 或者说找近期调整比较充分的票 放量的票去做个跟踪就好 在操作上面 大家一定要盯紧的 一定要一定要把握住了 好 科技除了这些之外 那还有谁 毫无疑问 你看华为概念 无人驾驶这些都算 无人驾驶也可以算成是什么 属于汽车行业 有很多是属于叠加题材 叠加汽车无人驾驶 所以汽车行业 包括新能源车 这些方向都是重点 都要跟紧 都要咬住 你不说别的 你说是新能源车 今天新能源车的话 整个指数涨幅不大 对不对 那你看个股的话 是不是有多数票涨停 多数票大涨 那么这些你能不能把握住 你要是能把握住的话 能不能获利 那肯定的获利 能不能吃肉 对不对 总是有人问我 哎呀 这个新能源车也好 这科技也好 我不知道怎么低息 其实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 很多技术 你不知道低息的 我就告诉你 你就找这种票 找什么票 这段时间是不是属于一个大底 是不是放量了 好 那我帮你了 我怎么样 我不追 缩量回踩 那在这个缩量回踩的这个低点 支撑位去潜伏就好 一旦他出现反出反弹 一旦他出现爆发 你就可以获利了 你就可以转烂起来 这种策略 这种思路是非常之正确的 大家去看一下就行了 那有能力的 你就盯着龙头 这个也没毛病 因为龙头股 毕竟他短线波动比较大 在操作上面是需要特别的重视 对于后面的行情 整体来说 我觉得机会是越来越大 但是随着量能的这个持续的萎缩 那出现的大机会还是比较少的 也就是说 他会出现结构性的行情 所以你只能有助这些 有什么有预期的 有资金关注的 有望大爆发的票 去做个跟踪 才有望在接下来行情当中 快速的回本 快速吃中 不然的话你就其他品种 人家半死不活了 大房涨 他就是什么小涨 大房跌 他就是这么大跌 那么这种 你想要回本 那可以说是什么 是非常之难的